欢迎,高级而纯真的灵魂,你为探寻过去而来,但真相的基石,早已被旧日的尘土掩埋。 这是末世最后的乐土,亦是烛火者们命定的终末。 而存在于此的,也不过就是些尚且还算有趣的故事罢了。 关于那久远的过去,关于那十三位,未能成为英雄之人的故事。 这一杯,敬予这广袤的天地,愿时光涌入此刻,愿此世如黄金一般辉煌。 到此为止吧,芊姐,那女孩已经死了。 继续厮杀下去,也不会有任何意义。 厮杀,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 但他们的死,不能没有意义。 死亡,并不是生命的终点。 生命将因死亡而得到净化,并由此重获新生。 是的,我们将重新定义,什么才是原来? 恰文,不是只有英雄才能拯救世界,而是因为拯救了世界,所以才会被成为英雄。 但我们都知道,这世界早已无法拯救了,可我,还是必须成为英雄。 你看,他们曾如此骄傲地活过,贯彻始终,以生命奏响了文明的诵歌。 这是被称作英杰的人们的故事,是十三位烛火者未经的旅途。 但来访者,你的道路仍将延续,不是吗? 那么,就听凭心意前进吧。 沿着脚下的足迹,去见证那段烛火的征程。 最后,跨越侍者们的终目,去创造我们所未能迎接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